《股市羅賓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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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很类似 它是一个预防性的一个降息 它是预防性说 你未来如果说要防止景气长线 硬着落的话 我先预防性的一个降息 所以那个时候 当开始降息之后 连降了一年以后 股市是不跌反涨 对不对 那以今年的 今年联准会的一个状况 降息的一个背景来看 我认为相较为2001年跟2007年 我认为是不一样的 反倒是跟1995年的那一次 会比较类似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如果说1995年那一次 在后续联准会降息之后 行情能够继续走多 那至少几率还是蛮高的 更何况 我说现在已经2024年的年中了 中间的中了 那我们当然要看到 明年的一个展望了 如果说以明年2025年 不管是台湾的企业也好 或者美股的一个企业也好 基本上现在的企业展望 都是正向的 也就是说去年明年 2025年的一个获利 还会比今年更好 那一样嘛 还是老话一句嘛 股市是什么 股市是经济的橱窗嘛 如果说我经济还在往上走 你说我股市要走空 基本上这个道理 好像又有点怪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大环境 我一开始就跟大环境讲了 今天大家很担心 美国会硬着陆 会干嘛 我认为结构上应该 我个人的看法了 应该没有那么的悲观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你说那今天台股在跌什么 很简单 跌筹码 我这样说好了 对 台股这波从24416 跌到今天的低点 21636 今天要跌1000多点 换句话说 整波段下来已经跌了2000将近700点 是 对不对 将近3000点 如果说你percent体局来算的话 已经跌了 跌了大概11多 11%多将近12%了 让我请问各位融资有没有减 你说有啊有减啊 从当时的3404亿减到昨天 这个3290 3291 3291 减了多少 减了3%了 大盘跌了12% 你融资减3% 你认为这样够吗 当然我先强调 融资 每次在减肥的时候 尤其融资被断头的时候 那对融资使用者而言 那都是斑斑血泪 等于说你融资被断头之后 你什么都没有了 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从过去到现在 你认识我够久了 投资票都知道 为什么我过去在节目里面 甚至我也不断地告诫我的会员 我们有多少钱 我们就多多少股票 你千万千万千万 不要用融资去做 对不对 纵使是一个大多头 你都不要用融资去做 因为当融资 你不要只看到好的 哇 放大杠杆 2.5倍有没有 下跌也是2.5倍 对 对不对 纵使是多头 也有像这样子 这种多头的一个回挡 这种多头回挡下来 跌个三成四成 融资也一样会被断头 那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行情往往就在融资断头之后 它才会出现大幅的回升 或大幅的上涨 每一次都没有例外 对 对不对 这是很现实 我也知道说融资被断头以后 真的是斑斑血泪 对 但是你要继续人家的交易 或教训 又或者你自己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痛 你自己更要小心 所以我利用这个机会 我还是再一次的呼吁大家 如果我的会员你有在听的话 我还是这么告诉各位 我们有多 纵使现在我的大多头的看法 没有改变 但是我认为 你有多少事情 你有多少的钱 你就做多少事情 你不要想去放大你的一个杠杆 这一点非常的一个重要 好 那除了我们刚讲的大环境的美股以外 杀融资以外 今天为什么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 第一个 今天指数破底 但是指标已经没有破底了 换句话说 就指标来讲 他出现了牛市的背离 那这样子也是一个落底反弹的一个奇迹 因为我说的 昨天当强谈的时候 当大家都在讲说 哇 这个先前的21833是一个底部的时候 我是不是告诉各位 有机会 但是还会震 绝对不排除 他重新再撤一次 为什么 因为接下来要公布企业的营收 是 美国也要公布企业的财报 那这么多的一个重量级的财报要公布 再加上一些总体的一个数据 你盘面不振才奇怪的 我昨天节目是讲得很清楚 所以今天打回来 基本上我也不觉得奇怪 但是打回来 你说这里还要再击杀一波 我说我认为这样的机会不大 这样的机会不大 你要走空 我认为现在都还言之过早 那既然没有走空 往下再击杀 大跌 再接个一千点 两千点 那个机会也不大的话 那么很简单 那拉回是什么 拉回就是机会 是的 那什么机会 因为我这两天我也告诉各位了 其实聪明的资金已经开始在进场 例如说今天 大家一定很多人会告诉你 哇 今天在盘不好 哇 落了一千点 结果呢 结果爆量 哇 成交量多少 4300亿 今天 今天4800 比昨天的量大 哇 这个叫价跌 量增 哇 价量倍里 好 无人给造 没有错 有人在跑 为什么 杀融资 对不对 但是我说过另类思考 另类思考 另类思考 那我要请问各位 有人卖没有错 融资在断头 谁把这些融资接 谁把这些筹码接走了 量放大 一定有人卖 也有人接 谁在接 是 聪明的资金在接 对不对 对 你看有一些股票 我说已经看到 有一些 所谓的一个 聪明的资金 在进场的一个资金 我这样说好了 我讲 未来 我说你现在要利用 这些聪明资金 在进场 他买的是什么 他买的是 未来趋势不变的 对不对 你纵使现在在改变 你现在大盘在震荡 可是未来一个方向 是确立的 例如包括像AI 又或者 基本上也不受 什么景气的一个影响的 例如说以国内来讲 比较特殊的 就是什么样 一些绿能 或者一些重电 那个缺电的一个概念 我说缺电的概念 我们就说 6869的云豹能源就好了 我想这一档 很多投资朋友 甚至我会员都说 很可笑 我们本来探两支 停办有没有 结果说三支 本来探两支 再逼倒了一支 很可笑 我也觉得很可惜 我也很愚蠢 对不对 但是我会不会因为这样子 看坏云豹 不会 因为我认为云豹 它未来的趋势 非常那个明确 从先前我告诉各位的 黄润勋未来要来买电 他买了没 还没 那这一次为什么下跌 是因为他 五月莫名其妙的公布 一个单月的一个EPS 负的0.08 第一季 三个月不过就负0.02 你五月一公布出来 你负了0.08 那当然股价就先跌 但是妙是妙在哪里 妙在妙的是 后面又马上跟着 没几天又跟着公布一个 六月的EPS 那六月的EPS过来 你想 你觉得会大 你一定会跌破眼镜 五月是赔的0.08 六月变成 竟然是正的 1.47 是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说过 未来这些所谓的绿能 这些绿电的一个发电 其实它反映的是未来 它现在还没有 可是慢慢的会越来越上轨道 就好比说现在 它已经标到这个嘉义的 这个政府的一个标案 60M 就是60百万瓦的 这样的一个标案 光是工程款就30亿 它的股本才11亿 这个工程款就30亿 未来能够贡献它的营收 会有多少 对不对 对 那这个都会在未来 会反映出来 其实从六月 已经开始在反映 对 所以我说 这个力度未来 都还没有反映完的 现在股价打下来了 当然 这个就是一个机会 所以你看近期 是不是大盘今天破底 我问各位 云豹有没有破底 没有 云豹没有破底 很明显就是 有人在接 所以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标的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标的 或者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族群 在拉回的过程里面 我说过 那就是机会 你就要好好的把握了 好 所以今天我们到底 目前这样的一个盘式 到底应该怎么样子 跟着老师准备来 进场布局好的股票呢 不要忘记了 如果你还没有 教会老师Line的老板们 赶快把它加入 把你的手机打开 Line也打开 搜索部分输入 小老鼠RBH888 小老鼠RBH888 有了ID不会加入 赶快打电话进来 电话号码就在我们的广告当中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亲爱的朋友 我们的专家龙斌老师 在节目当中 有告诉大家 今天大盘拉回将近1000点 听众朋友们 老师说 有聪明的资金在低阶了 所以听众朋友们 我们的机会又来了 到底机会在哪里 要怎么跟着老师 好好来把握这样的一个机会呢 多头的架构 没有改变的状况之下 不要忘记了 赶快把握这次的机会 如果你想要知道 到底接下来该怎么样来布局的话 赶快加入老师Lite 把你的手机打开 Line也打开 搜寻部分输入 小老鼠RBH888 小老鼠RBH888 或者是你不知道呢 接下来要布局哪一档 好股票的朋友们 想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 进场来低阶的话 不要忘记了 赶快加入老师的Lite 小老鼠RBH888 在对话框留下您的电话号码 我们的服务员会跟您联络啦 有了Lite这样的ID 你还不会加入好朋友们 你可以打电话进来 0223659333 0223659333 小老鼠RBH888 0223659333 赶快加入老师Lite 就是现在 加油老师Lite 帮助您在股市当中成为赢家 0223659333 六九八九八银 九八新闻台 我到昨天 我们是古书 罗宾汉 每次喜欢罗宾 老师跟废品项 陪伴大家 下个礼拜 到底该怎么样 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呢 赶快加入老师Lite 小老鼠RBH888 小老鼠RBH888 口天的歌曲 来自Kelibino 所带来的 Step Back In Time 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马上就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alking in this river Night was for living We can't find music You can't have a book All you can do is Step Back In Time 欢迎大家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是一年节目主持人 非评文明昂 请到是我们的专家 钱耀说老师 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了 所以目前这样的一个盘式 下个礼拜全新的开始 到底该怎么样来布局呢 老师 我想上个阶段 在节目的一开始 我也跟各位讲了 今天跌了104点了 是 破了台股史上最大的跌点记录 真的 我想很多人大概都希望 我讲了些安慰的话 我说我不会跟你讲安慰的话 但是我会告诉你 跌下来就是一个机会 对我刚刚讲说 为什么我认为是一个机会 因为多头没有改变 对啊 那如果多头没有改变 那跌下来当然就是一个机会 因为聪明的资金 这个时候也在进场了 对 对不对 你看我们刚讲的像云豹 对不对 这些未来的趋势没有改变 可是股价已经从原本的330 跌到现在都 都现在200多了 都100多块了 那你看你高档都看好的股票 现在100多块 我为什么理由不买呢 对 你不买别人在买啊 所以你看大盘破底下没有 没有啊 那另外我们再来看 我说未来 现在聪明的资金在买进的是什么样的股票 未来趋势明确的 对 对不对 而且它股价已经经过修正了 是 你看这两天在这个盘面上 相对在发动的是什么 AI相对的一个AI机器人 AI这个不用我多讲了啦 虽然说这两天 这个辉达啦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晶片 可能美股的一个科技股 出现比较大的一个波动 但是我只问各位 他们为什么修正 涨太多 当然要修正嘛 对不对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算它股价修正 AI这个大肥虚 这个大方向会不会改变呢 不会啊 对不对 那AI机器人也是一样啊 所以你看很多AI机器人 我们昨天也跟你提到什么 像2365的一个昆盈啊 有没有 我说这辆股票 我们前面 做了两趟 两趟都大赚出勤 有没有 那后来我们卖掉以后又涨 那又涨我说没有关系 后面我卖了失控了 你涨 我恭喜你 我祝福你 那后来拉回 你看这两天是不是又涨起来 但是我没有买 我没买 我说我如果命向来 11 12 我没有买 坏的就告诉我昆盈 我没有买回来 但是我看不看好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标的 我还是看好 类似像这样的标的 只不过 我们要的是 大家比较在少 大家比较少 因为大家都在讲 大家都在讲昆盈 我干嘛去跟人家 喝热 这个臭热 为什么当时我买昆盈 现在大家都在讲索罗门 大家都在讲什么罗生 所以我就要买不一样的AI 我要买不一样的机器人 所以我买昆盈 现在大家都在讲昆盈的时候 我还是看好他 但是我就不跟大家去丑热闹了 我锁定的是什么 是4534 4534的这个沁腾 你看同样是机器人的概念 它里面一个关键的一个领主件 有没有 那你看这辆股票 是不是股价也从当时 超过30块的股价 很短的时间 一下子跌到了20块钱 对 从30跌到20 这一跌又跌了三分之一左右 对不对 可是 看好他的理由没有改变 没有 没有 有没有来着讲他 没有啊 对 如果说看好他的理由没有改变 可是股价 却经过了大幅的一个修正 所以来到这个位置 来到这个相对的一个低档 那你不锁定这样的股票 你要锁定什么样的一个标的呢 聪明的资金锁定的 也是这样这样的一个标的嘛 对不对 趋势明确 可是股价经过大幅修正 我就说过了嘛 拉回找机会 就找这样的一个标的 你看像这样的股票 你看一发动 昨天一根 今天第二根 连续两天两根涨停板 对不对 现在讲的呢还不多 如果说未来 又一路的往上 像昆银一样 哇 每天喷每天喷 我告诉各位 一堆人又来了 可是你要等到 到时候大家都来了 对 你再来锁定这样的一个标的 再跟大家来追 还是趁现在大家 还没再讲的时候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标的 你就怎么样鸭子划水 你就先卡位 先布局 对不对 我想这个就是 我说现在拉回就是机会 为什么 因为很多股票 它它的股价的一个位置 又或者它的价值 已经呈现了一个超跌的一个状况 对于这些股票 都是我们要切入的 很好的一个机会 好 所以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我还是给各位一个结论 对 我知道现在 随着行情的一个拉回 大家心情都蛮沉重的 但是如果说 你要听安慰的话 我的节目里面 基本上不太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但是如果说你要找的 如果说你要找的是一个机会 你要找安慰 你去找别人 但是如果说你要找机会 对 我认为 你就跟紧我们的一个脚步 好的 对不对 至少把我们股说明看 Light at的官方账号 先给它加入进来 每天给你的资讯 我相信会在这样的一个 震荡格局里面 会给各位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 除此之外 我也说过的 趁着现在 尤其是现在七月营收 在公布 有很多股票 可能在震荡的过程里面 它的好买点就会出现 我们随时都会出手 所以如果说你想更积极的 想要直接跟上我们的操作的 也别忘了 在我们股说明看 Light at的官方账号 留下你的联络方式 我们会有专人 来帮各位 来先登记一下 我们会有专人 来跟各位做一个联系 当我们要出手买新股票的时候 我们看好的 我们所锁定的最新标的的时候 也会带着各位一同来进场布局 好来听我们 赶快加入老师Light 如果还没有加入的话 把你的手机打开 Light也打开 搜寻部分输入 小老鼠RBH888 小老鼠RBH888 有了ID不会加入 好朋友们 不要忘记了 在待会的广告当中 有我们的电话号码 你可以打电话进来 我们的服务人员会亲切地教您 一步一步把老师Light 加到您的手机当中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的专家龙斌老师 在节目当中 有告诉大家 今天大盘拉回将近1000点 听众朋友们 老师说 有聪明的资金在低接了 所以听众朋友们 我们的机会又来了 到底机会在哪里 要怎么样跟着老师 好好来把握这样的一个机会呢 多头的架构 没有改变的状况之下 不要忘记了 赶快把握这次的机会 如果你想要知道 到底接下来该怎么样 来布局的话 赶快加入老师Light 把你的手机打开 Line也打开 搜寻部分输入 小老鼠RBH888 小老鼠RBH888 或者是你不知道呢 接下来要布局哪一档 好股票了 我们想跟着老师 进场来布局 进场来低接的话 不要忘记了 赶快加入老师的Light 小老鼠RBH888 在对话框 留下您的电话号码 我们的服务人员会跟您联络了 有了Light 这样的ID 你还不会加入好朋友们 您可以打电话进来 0223659333 0223659333 小老鼠RBH888 0223659333 赶快加入老师Light 就是现在 加入老师Light 帮助您在股市当中成为赢家 0223659333 大来国际投雇108 金管投雇新字第012号 本公司于节目中 所推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2123 6163 8164 6164 8164 1164 91194